食品 药品安全问题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 不但引发了中国民众越来越多的关注 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星期三也就这个话题召开了听证会 下面我们就立刻把时间交给VOA卫视驻国会的记者方方 请方方来为我们介绍这场听证会的一个相关情形 方方 东方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十年前中国正是非典的重灾区 而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从三具清安毒奶粉到黄浦江上的死猪 中国的食品安全 公共卫生和环境污染的事件层出不穷 而在这十年中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就是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食品翻了三番 而宠物食品的出口量更是增长了惊人的85倍 美国人如果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宠物使用的食品和药品 有多少是来自中国的话 他们一定很惊讶 我们使用的80%的罗飞鱼 50%的苹果汁和30%的蒜都来自中国 负责全球运营和政策制定的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负责人索罗门 昨天在作证时说 在2007年到2012年的6年当中 从中国出口到美国 受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监管的货物增长了三倍多 然而随着贸易量的增加 风险也在增加 索罗门介绍说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一旦检测出进口物品存在问题 就会发出进口警报 目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收到的进口警报中 有74个是中国的公司 这些引发警报的货物可能会被海关截取 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除非进口商能证明这些货物符合所有法律规定 另外索罗门还说 还有9个对中国的进口警报是全国范围的 其中包括婴幼儿奶粉 此外他还介绍说 中国检验出口食品与本国的自用食品的 并非同一个系统 出口食品由中国国家